歡迎大家成為九叔公車 我是阿屈 那這一次我們響應了圖結的一個企劃 就是旅行Youtuber宅在家的串聯企劃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大家因為疫情的關係都沒有辦法飛出國了 我們原本的工作可能是到國外拍Vlog啦 或者是去結業配啦 甚至是像我們九叔公車是有在帶國外團 現在完全都是失業在家很尷尬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那大家都待在台灣 除了拍一些台灣的旅行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可以玩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串聯了十多個旅行Youtuber 現在呢就是要來做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沒錯 然後那 妳是誰 就大家會好奇說 後面怎麼突然發出一個神秘的聲音 嗨我是實習生木星 妳是我們這一次的常敬人 好那這一次的遊戲規則呢就是 我們是一個連連看的概念 那我抽到的是小巷愛旅行 小巷愛出門 好再一次 我抽到的是小巷愛出門的題目 那他會出十個他過去旅行的一些經驗跟故事 那其中有一個是假的 九個是真的 我必須要猜出來當中哪一個是假的 那另外我自己也準備了十題 那這十題是由圖傑 就是這一次的發起人所抽到的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分享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猜的到吧 就是因為 畢竟我也是經驗蠻豐富的 有些真的應該騙不了人 假的應該就蠻明顯的 那我要說小巷的第一題了 好 在北京王府井小吃街吃烤海鑫 欸王府井我去過 烤海鑫 可是北京會不會靠海的啊 海鑫啊 海鑫應該是suppose就是要活在海裡面的東西吧 既然是在王府井這個地方 那suppose就是他非常知名的一個名產 但我在北京的路上其實沒有看到這個特產的 所以你覺得第一題就是假的 我覺得有可能 好沒關係我們先擱置 好下一個 在帛琉花三天時間學氣瓶潛水 我對潛水沒有研究欸 所以學三天是 是快還是慢 我不知道 但那應該是真的吧 因為帛琉感覺就很適合做這件事情 下一題 在印度做到玩意關頭的Uber車 啊這一定是真的好 下一題 在印度 印度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還有來破音 對啊 超爆正常我們也常常做Uber 跟玩命一樣會死掉了 好下艾娜 在義大利佛羅人士吃一公斤的冰谷牛排 但是他是一個人吃一公斤還是一群 我覺得他是只一個人吧 一個人是一公斤就很假啊 搞不好小象是 喔對他是做美食的 欸好好這個這個我覺得也可以保留 這應該是蠻高的 對你這樣講蠻對的 好那第五個是 在法國的凡爾賽宮內迷路然後被保全搭散 欸法國的保全或者警察都非常的帥 就我之前去法國的時候 我偶爾認真研究過就是歐洲人的顏值 然後法國就平均來講大概就是 七分八分 但其中一定會有一個人 通常就會是保全或是警察都是十分 凡爾賽宮爆炸無敵大 大到一定會迷路 所以我覺得這一定是真的 欸小象感覺就會被打散啊 好下一個 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遇到好萊塢明星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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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籠統哦 他又沒有說是哪一個明星 但我覺得在美國時報廣場應該蠻容易遇見的吧 在密魯的亞馬遜被毒蜘蛛攻擊 好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蠻真的 怎麼辦我覺得我自己 內心已經評斷了一個答案 就感覺第一個就假的 之後全部都真的 第八個是 在英國走三小時的路到車站 然後發現自己沒帶錢包 我覺得這個 感覺就是他已經想不出來了 所以硬湊出來了 所以這應該是真的 這沒有什麼魔人兩可的空間可言啊 哦哼 好下一位 在澳洲被俗稱大捲鳥的 啤湖 啤湖 妳是不是念不出那個字 對 反正就是一種鳥 妳不是中文系嗎 欸中文系又不是字典系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樣妳在是真的生氣嗎 對我生氣了沒有 感覺就真的啦 因為澳洲的港口超爆多那種大捲鳥 對下一個 最後一個是 在柬埔寨遇到不會講中文的導遊 然後自己上場帶 對 哦 因為小尚本身的職業是領隊嘛 所以他一定會帶很多台灣人去柬埔寨 旅遊 而且我們也剛從吳哥庫回來 大家可以看上一次的Vlog 就會發現對柬埔寨有很多的中文導遊 但是有些導遊他的口音不是很好 或者是他其實也不會到他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一定是真的 綜合以上我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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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不相信那個 王夫錦那邊有海鮮可以吃 而且誰會把海鮮拿起來烤啊 反正我覺得第一個是假的 好我們就等待就是小尚公布他的答案 大家可以去他的頻道裡面看這一支影片 我先說這個順序並不是我給圖傑的順序 就是我們有再重新的打亂一次 所以我們現在就隨機的丟題目來 我會盡量的去分享那個故事 但是因為今天影片篇幅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把每一個故事的細節都講清楚 那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再錄影片跟小尚哥分享 那今天主要就主動的在 這十個故事當中哪一個是假的 第一個是 睡覺睡到一半高山正發作在中國的四川 這個是真的發生在四川的禮堂 因為是禮堂吧 禮堂 對 然後那個是全世界號稱最高海拔的一個城市 大概有四千多公尺高 那大家都知道只要過三千 基本上就會有高遠反應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去爬道成雅丁 然後走川障線這樣子 在這一路上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反應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晚上在禮堂 我們是住青年旅館 那我住在夏浦 然後上部是住我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大概在半夜一兩點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我喘不過氣 我就發出很大很大那種呼吸聲 呼吸不到下一口氣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就跑去外面 坐了大概半個小時才好 後來發現是因為房間太悶了 窗戶整個全部都關起來 然後就加上那個浴巾把空氣擋住 所以我就呼吸不到現在的空氣 好危險 超危險的啊 關於高山症的一些預防啊 我們之後可以錄一集跟大家講 第二個是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上大號 好這是曾達那個就是在中國青海 那個時候是帶帶團 就是帶國際機攻領隊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 我們在住在草原上 對然後晚上就是在那個蒙古包裡面睡覺 那如果通常要上廁所的話 就要走非常遙遠的路 因為他們是挖一個毛坑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熱愛 晚上睡覺的時候起來上廁所的人 對我就有一個 這個習慣嗎 也不是習慣就是一個症狀 對很老了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晚上要上廁所的時候 就要走非常遠的路 但我又不想要走那麼遠的路 所以後來我就就是大概離帳篷 大概五十公尺之後 我就找個地方 反正那個要四下五人嘛 就直接在那邊上廁所 就是真的 那第三個是 什麼事都沒做卻被警察帶走 就是在中國新疆 我超暴場被警察帶走 這是真的 為什麼 你看你就是 你不做了什麼壞事的樣子 共三小 你看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為了要增加那個笑點 就是講一些五四三 這是真的 那個時候是跟那個房東一起去新疆 也就是我們第一次 從甘肅進到新疆的第一座城市哈密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就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我只是因為拿出了台包證 然後check in 親旅的時候 就被親旅老闆打電話 然後被送到了派出所 其實他也沒有幹嘛 他就是在派出所折騰了大概半個小時吧 然後要你登記一些資料啊 然後寫一些微博的東西 就台灣人進去新疆非常的麻煩啦 我真是人生生平第一次坐警車 我從來沒有坐過警車 第四個是 攝帶一大瓶的恒河水回到台灣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這是真的啊 就是那個恒河水到現在都還躺在我家的 房間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把他倒掉也不是 你知道我原本今年初想要回印度的時候 就可以把他倒回去恒河 因為那個好像不得隨便亂丟 嗯 對 但是現在回不去了 所以暫時還放在我家 第五題是有買車票 但還是被視為逃票 然後又被帶到警察軍 這是真的 這是在德國柏林 我們有買當天的就是地鐵票券喔 但是大家知道德國的很多的地鐵站 他沒有那個閘門的 對 所以你也不需要拿那張票去逼卡 才能進去裡面你知道嗎 跟台灣的捷運不一樣 嗯哼 我自己一個人 我就上了那台車 然後結果一個警察 他說他自己是警察 但是他是穿便衣 然後就 就要我去就是查票這樣子 然後他就發現 欸你的票沒有開票 所以我有買票 但是其實我需要開票 就是那個月台上面 其實都有一台機器 你是要把那個票插進去 然後才能證明說你有打那台車 然後結果因為這個樣子 我必須要被拔棄 然後我就被帶到警察軍 我人生一直被帶到警察軍 接下來第六個是 被十個泰國人圍起來 我想請在泰國 哦 這個感覺很假對不對 還是還好 就是很符合我的人設 四年前我 我去泰國的時候 找我朋友 然後他在 他在曼谷交換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潑水節 那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 一個 Gay Street 就那一條街 全部本來都是 同志夜店或是酒吧 我們當初就是想要去玩一下 然後結果 不知道潑水節的時候 那一條街完全就發瘋了 那我跟我朋友進去的時候 我一臉就是 外國人的樣子 然後就 大家瘋狂的 圍攻上來 然後就 真的是對你上下 其實他也完全沒有要管你的意願 What we happened just You know 我們經過了一條 I don't know Gay Street 或什麼樣子 然後就有人非常哈 就被抓去摸來摸去 然後我就成為 我是自願的 然後我就成為了 Friking 保鑣 然後從頭到尾 唯一被做的就是被推開 Fuck it 就大家可能就覺得 那你都已經走進來了 你應該就是要 Suppose 被亂狗 哇 你就是一個小羔羊耶 Yeah 然後我朋友是女生 然後他就一直被趕走 詳細的細節我覺得 這可以錄一集 然後接下來是第七的是 參觀泰基瑪哈林 卻被警察帶走 又是警察 喔 這個也是真的 而且跟這應該不是警察 應該是軍人 軍人 對 是軍人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一群人到泰基瑪哈林的前面嘛 然後我們原本要拍照這樣子 那我們就有把我們95公司的毛巾 就是這一條 拿出來就想說 在泰基瑪哈林裡面 這個留個鏈這樣子 然後結果呢 我們當我們把這個毛巾這樣攤開來的時候 隔壁的就是印度級的導遊 就是制止我們說不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叫軍人過來把我們帶走 天啊 然後因為我是那一團的負責人 所以我就被軍人帶離現場 然後那時候還一頭霧水說 我到底就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然後結果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就是他們怕上面的標語 是一些比較政治性的標語 什麼什麼 什麼哪裡哪裡要獨立啊 或者是印度政府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因為他也看不懂中文字嘛 他就是要我把這個毛巾扣留給他 第八個是 因為車子太爛 無法馬上拖 所以都花了半天的車程 這是真的啊 這個之前也有錄一集影片 就是在印尼轉化的時候 我們去背包彩點 然後就是我們要到馬浪這座小城市 然後結果他就硬要開一條山路 就明明就有大陸 可是他說大陸會塞車 然後這也蠻難可以理解的 因為一泥一天到晚都在塞車 結果那一台車非常爆炸的小胎 然後我們有六個人 然後又加上六人份的行李 他到了一個上坡的時候 他完全完全就上不去 結果他後來只能往回靠 就是從頭的回到市局 然後再回大馬路 然後就誇了半天的事情 到湖哥哥是 伊底達斯里蘭卡馬上就被賬騙集團騙錢 這是真的 而且這個之前也有發影片 對反正就是我們剛到了可倫波的機場的時候 就下機場 然後我們要搭當地的公車到市區的親旅的時候 就有一個西裝鼻涕的當地人 真的西裝鼻涕 然後你們就是坐過來跟我們打散 然後說他本身是在可倫波的銀行工作啊 剛從國外回來啊 然後他對可倫波非常的熟悉啊 然後歡迎我們來到市里蘭卡玩 然後他就招呼我們 幫我們叫計程車 然後帶我們去一個就是海邊的餐廳 可是那一餐 一個人人均只有五百塊台幣 那我怎麼樣 我是吃了 也不是三陣海味 我是吃了什麼 呃...陶伴無麻 就要五百塊 而且那個一個咖哩蝦子 也叫三隻蝦子而已 對然後後來我們才發現 他是騙子 可是他幫我們叫毒毒車 都排高了三四倍的價格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完全用逃的方式離開了現場 就是一下飛機就被騙了 對啊 還有一個市里蘭卡的熱情 好難過喔 還有一個是在湄公河邊喝酒 喝掛吐到河裡 這是假的 可是這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但不是我本人的故事 是我們帶著小乘客的故事 我們那天晚上就是在一個酒瓣 然後呢 因為他就是搭在河畔旁邊 呃...我們那天不知道發了什麼風嗎 點了一百多杯的 呃...當地寮國小女酒的Shot 應該是點了九十杯啦 因為大家都說 我們是九十路公車 所以我們要點九十杯Shot 對然後大家都很瘋狂地點 然後...呃...因為他是買五杯送一杯 就來了一百多杯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直瘋狂地喝 然後就有小乘客 就是喝完就整個大吐特吐 然後就整個吐在酒吧或是河畔上 但是我酒量非常的好 所以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好的 所以這一個事情是假的 不知道圖傑有沒有猜對呢 不知道小乘客有沒有猜出來 這實相當中哪一件事情是假的呢 後續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會再更詳細的跟小乘客分享 這時間裡面的一些故事的細節 非常感謝圖傑這一次 就是串聯了所有的旅行Youtuber 來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邊呢也是想要特別的感謝 就是這一次台灣的防疫人員 對就是因為在錄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基本上台灣已經連續十幾天都沒有疫情了 然後連續快四十多天 沒有所謂的本土疫情了 那很快的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所謂的國內旅行了喔 那之後又陸陸續續有很多 我們台灣旅行的vlog會上線 那真的要非常感謝這一次 台灣整個防疫團隊還有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小乘客 是第一線的這個醫療人員 那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真的衷心的感謝大家 我是旅行Youtuber 九十六公車的阿虛 那希望這次疫情可以趕快的結束 然後我們可以再帶大家一起到 全世界去旅行去看看 掰掰 但因為我們現在完全出不氣 好 重新